甄嬛专被追为今年内地宫斗戏的高质量剧集,至尼门追看起来爽上了瘾,未能触及到顺利喵喵那种高度的严写攻略,也被追,为目前内地后宫戏的霸主,而如意传不仅仅是指到公播20天有了40亿点击,而且豆瓣口碑更是直接就PK掉了爆款严写攻略。 严写攻略一度叫小粉看无仅严闲剧开挂手道棒,而如意传选出的女演员们,新颜值绝对不次于于正位严写攻略挑人的眼光,但貌似如意传里的工作片段不会生成开挂后的哼唱鸣离之快感,反而显起来特有生活画质未容在剧里。 这却是导演之意,汪君自身偶然当下演员来过把戏影,但其实汪导更是国家一级导演,18年前略显年轻的作品像物相语又下风,却排到有品质的青春爱情,打磨的古装剧及苍穹之卯,一时打破日本NHK收视记录, 而在宫斗桥段近乎矢弹情形下,汪导如意传寻宫斗新路,这也是从如意传从拍到播整个事实里看得出的原因,那就是太长了,如何恰到好处选出了演员是一关,而难的是剧本改编质量的把关跟拍摄进展的把握,汪导受访时坦言如意传开头,那场周旬被碰略显水中的镜头,其实是放到最后拍出的, 开始跟结尾观设如意传剧情走向但迟迟并不下中版式原因,如意传拍摄的艰辛也跟播出李金发十一那一样,那片横行下,小迷们能欣赏到如意传如此般的良心做很幸运了,不是吗?